都看清楚了吧 这是我们刘光三个月前 跟国际著名的设计师 共同合作的原创作品 已经在国际上申请了独家专利 但是在珠宝展的展览页上面 我居然发现了你们的作品 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 庄总 我真的想知道 您和您的团队 是太欣赏我们刘光 还是说 想在国际珠宝展览上面 给我们立一个下马威 庄总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证据和设计图纸都在这里 庄总 您还觉得这只是一个误会吗 产品设计壮型 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颜先生 您这话的意思是说 产品抄袭是你们公司高层 所允许的对吗 我告诉你们 国内设计业的名声 就是被你们这帮人 在国际上给毁掉的 庄总 庄总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蓝海一星向来尊重原创 绝不可能在国际珠宝展上 借鉴其他公司的设计 更何况 展览尚未开幕 推荐页面仅供参考 庄总凭什么判定 我们推送的作品 一定和流光集团的专利设计 一模一样呢 早就听说庄大小姐身边 有位很厉害的人物 今天果然闻名不如一见 已经在珠宝展上展出的作品 居然到了你们的嘴里 可以变作不存在 好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到时珠宝展开幕的时候 我倒想看看你们 当着国内国际采购商的 眼皮底下 能够交出一套 什么样的货品来 忘了告诉你们 如果到时候你们 依旧拿出是这一系列的作品 那么不好意思 我们流光 一定不会给你们手下留情 年纪不大 口气却不小 当年庄承安都不是我的对手 你们几个毛都没长齐 还想跟我斗 这次 我非得吞了你们整个蓝海一星 怎么 舍不得走了 我才没有舍不得呢 你是我妹妹 你瞒得了别人还瞒得了我 从进门的那一刻开始 你的心思就没有在谈判上面 你在看什么 人 哥 把你们想成什么样的人了 长得帅的 样子酷的 我手底下一抓一大把 这个男人可不一样啊 他可明草有主 有主怎么样 我抢不过来吗 我就不信 天底下还有我摆不平的男人 果然是我汤齐的妹妹啊 霸气 以后人就交给你去抢 公司就交给你哥 我倒要看看这个小小的蓝海一星 还能和我们流光对抗到什么时候 走 上车 我现在就去让乔秘书 把所有设计师的市场都叫上来 看看这套展品 到底是哪个设计师推出的 不用了 为什么 方向已经查看了珠宝展的后台 制作部送过去的大系列 跟流光的设计一模一样 怎么可能啊 这是一个商业陷阱 有可能有人透露我们的设计图 更有可能买通了我们的设计师 故意拿了一份已经注册过版权的设计 进入我们蓝海的制作部 有意制造了一个参展作品 他们的目的 根本就不是这一系列的展品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蓝海一星 可是这就是一套展品而已 他们怎么可能因为这个 拿下整个集团 行业监管协会在一个月前 刚刚发布了版权反抄袭令 所有陷入国内 尤其国际版权官司的公司 都将进入行业的黑名单 在这些官司解除之前 行业监管协会 都将陷入这些公司的上市权 货品流通权以及出口权 我们公司刚刚经历了海外危机 一旦加入这个黑名单 出口和出货的权利都将被限制 市场占有率也会下跌 对吗 还有股价 他们的最终目的 是要把蓝海的股价拉下来 然后大量买入蓝海的股权 我们经历了债券危机 所有的资金全都押往了海外 一旦股价暴跌 蓝海一星根本没有能力对抗 最终只能看着股价帮盘 整个公司拱手让人 难道从债券危机 到资金流动 再到版权纷争 都是他们设计好的 当然 这就是商业战争 哪怕有一点点的火苗 最后引来的 将是烧身大火 那我们还有机会吗 我们可不可以去 进行版权反诉 或者去行业监管 投诉他们 没用了 他们既然已经来了 所有的后路全都断掉了 那我们就眼睁睁地 看着蓝海一主啊 最讨厌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 什么买通打压 有本事正面冲我们来 对吧 远帅 那我们从源头入手吧 源头 既然他们从设计展品入手 想要拉整个蓝海下水 那我们也从这套展品入手 解开这个死局 但是展品已经送往珠宝站了 追回来啊 只要我们把这套展品给追回来 并且敢在展览开幕之前 重新设计出一套珠宝方案的话 那刘光他就没有机会去投诉 还要打官司了 只要蓝海不要陷入版权纷争 那就不会进入行业的黑名单 那自然就不会有 股价下跌的风险 你知道一整个系列的展品改版 需要多长时间吗 那也总比把自己的命运 交到别人手里 更值得 当初 你不也是 不愿意将自己的命运 交给别人 才带我回来的吗 我们已经一起走了这么远 我们不能让一套展品 就把整个蓝海给毁了 我们来坐吧 把他追回来 守住蓝海 好 我把展品追回来 你找一个公司信得过的设计师 重新设计 等我回来 我们重新制作 好 方响 你去弄3D打印机 是激光金属打印的那种吗 你放心 要十台有十台 要百台有百台 三台就够 但是要快 没问题 路上注意安全 等我回来 等我回来 是你啊 你好 你还记得我吗 我们上次见过 我是那个柔 等一下啊 我是有事想拜托你 我真的想请你帮忙 走 干吗 上车 我没说完话呢 我不上车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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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去 弄着干吗 上车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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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总 您让我找最值得信任的设计师市长 我给您找过来了 这是我们集团第二设计师的林市长 他也是老董市长在的时候 最信任和最值得依靠的 庄总 您找我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们送去珠宝展的展品 被刘光集团投诉版权异议 现在我们决定追会展品 重新设计制作 但时间非常紧急 林市长 你可以帮我吗 那也总比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 更值得 当初 你不也是 不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 才带我回来的吗 我们已经一起走了这么远 我们不能让一套展品 就把整个蓝海给毁了 把他追回来 守住蓝海 别摔 坐转 别摔 右转 你们要再这么看下去 我马上就要吐了 心不解气 刺不刺激 做法了 哥哥们 赶你飞 二 你 你打死我吧 老大让我们赶时间 不是让你顺道泡妞的 什么泡妞 我是看他追了你好几天 是他泡你 你 喂 谁说我要泡妞了 我只是想认识他一下 顺便想让他当我像一个漫画的男主角 男主角 你是干吗的 我 蓝海的实习设计师 外加罗曼史漫画的绘画师 怎么样 没听说过吧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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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帅 老大让我们去拿机器 路上太无聊了 现在有个小女孩在后面 飘来 飘去 换过来 换过去 不挺好玩的吗 好玩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们出发 这段时间 公司内部很混乱 我们设计师 虽然没有推出新的系列 但是寄存了一些新的设计 可以暂时作为参考 这会不会过于简洁了 这次是国际级的珠宝展览 有很多海外采购商 如果主系列不能达到 蓝海往常的品级的话 恐怕会影响整个年度的采购 怎么了 怎么了 忽然觉得 你很像小时候的新颜 林市长 我请你来是希望你能帮我处理好展品危机 我不希望你把其他的情绪 再带入到这里 对不起啊 庄总 这次任务紧急 又需要保密 只能委屈林市长暂时留在我的办公室里 但我相信 以你的才华 一定能拯救整个蓝海一星 我会全力以赴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爸 回来了 您怎么在这儿睡着了 最近夜路重 小心着凉 我上次住过园以后 感觉好多了 再说因为我生病 公司现在一塌糊涂 靠着现在这帮孩子 熬夜加班 收拾乱局 我睡得心里也不安心呢 他们回来了 自然是他们的事 就让他们处理好了 您还是多保重身体 这是我当年 为你姐妹俩亲自打一只的 一个是你 一个是你姐姐 本来希望你们姐妹俩 一生一世 相互浮血 可是没想到 自从美轩不在了 我就再也没见过 这枚玫瑰胸针 你的呢 还在吗 我不太记得了 您知道 我都不太爱这些东西 要不然早些年 就直接跟您提 进蓝海工作了 这门胸针 应该在我的首饰柜里 我去找找 然后给您拿过来 不了 你姐姐都已经不在了 我再看到她 又要白白地伤心 好了 我回屋休息了 嗯 我又拿过来 我看你 我拿去 太好了 容金 今宵 来 尊上 auditorio 怎么 不行啊 我倒想知道 这个人究竟有什么魅力 让我的妹妹才见了一面 就被迷住了 她到底和黎穆帆 有什么区别 区别可大了 七国背景厉不厉害 几大家族的座上席 是不是很传说 最重要的是 来历不明 身世成迷 就连和庄大小姐的爱情故事 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蓝海旗下的那位林设计师 怎么可能跟她比 那这么说 你是调查过她了 如你所见 查不到 我只能查到 她和庄星岩 重返国内后的一切行踪 她在海外所有的来历行动 人生轨迹 除了几个社交账号的传说 其他什么都查不到 她好像是突然出现在 这个世界上的男人一样 真是太完美了 太神秘了 只有这样的男人 才能高得起我一点点的兴趣 哥 不如我们来打个赌怎么样 好啊 你想赌什么 就 就赌 她能不能摆平 这次你给她挖下的坑 如果她能顺利地逃得过 这次蓝海危机 那她就配得上你妹妹 如果她带着蓝海栽进去的话 消息已经放出去了 记者都安排好了 好 去吧 林总监 如果我们再借鉴一些 时装周上的流行元素 你觉得 其实 我不是太喜欢兼用流行元素 时尚界每年都有风型的 款式和颜色 但是设计做出来 往往是一时和无趣的 要想作品长久 就必须要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风格 就好像多年前 蓝海一星有一款 非常高端的雄针 就采用了极为罕见的 双生玫瑰的造型 庄总 你怎么了 没怎么 所以您也想要借鉴这款双生玫瑰 是吗 你认识这幅画 我海外留学的时候 知道这幅画 是一个著名教授年轻时的作品 还有名 是的 所以 你是想将我们的设计 都改成玫瑰的样式 我是想借由双生玫瑰的概念 把我们所有设计问题的展品 全部加入双生玫瑰的设计 这样的话 我们的作品 不仅和有蓝海一星的特色 还会和珠宝展会上所有的展品 完全不一样 可以 我已经让人去拿3D激光打印机了 等你的设计图纸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制作部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 等展品追回之后 就可以马上改版制作 我觉得这个区率还可以再改一下 这是艺术生的手势 我姓沈 我叫沈漫宁 我是艺术系设计专业大四的学生 庄总 不好了 不好了 虽然 方向他们把3D打印机送到了制作部 但是门口突然来了好多记者 他们好像是知道了我们的珠宝 跟国外的著名设计师 有版权纠纷的问题 全都吵着要见临时长 还说要采访您 记者怎么会知道的 那展览还没有开始啊 不知道 一定是有人把消息放了出去 明天就是周一 股市开盘 刘光集团 明明就是说好了展览之后 再做决定的 他们怎么这么迫不及待啊 为了商业竞争 一切都可能做得出来 我先下去看看 能挡的 我就先挡了 可是这些 设计 装总放心吧 我已经发给制作部了 我的助手会完成的 我们是财经报的 蓝海作为上市公司 向各位股东 公开内部财务危机 是正当且必要的 且让我们见见你们总裁 或者让我们见一下 你们设计师市长 明天一早就要开盘 我们必须要报到公司的真相 让我们进去吧 让我们进去 让我们进去吧 让我们见见你们总裁 或者让我们见一下 设计师市长好吗 让我们进去吧 让我们进去 进去吧 让我们进去吧 我是蓝海一星第二设计师市长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 尽管问我吧 林母帆设计师 林先生 蓝海是不是在珠宝展上 抄袭了海外设计师的作品 林先生 蓝海是不是已经 卷进了版权官司 有没有被行业协会 拉入黑名单 请告诉我们真相好吗 对不起 你们刚刚所说的一切 全部都是谣言 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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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说两句 蓝海是不是这样的财务危机 我们蓝海一星 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是真正吗 你不让我们见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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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看热能不见识的 蓝海出事了 关你们什么事 还想采访庄总 先过了我老大纪官再说 先过了我老大纪官再说 你不让我们见识吧 还真是个甜妹子 知道我一路辛苦了 卖个冰激凌来心疼哥哥 袁帅 吃冰激凌 他是冷酷大帅哥 他不吃的 袁帅 好吃吗 干杯 你俩 李先生 为什么新任董事长 一直没有露面 李先生 你能是董事长接受下 我们的采访吗 蓝海部的教练 再加我们进去 加我们进去 不行 我怎么在家里 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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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想警报呢 找你啊 找你啊 请问另外放手 你还想警报呢 怎么还想警报呢 找你啊 找你啊 请问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您好 您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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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介绍一下 请问介绍一下 怎么了 刘大林 到时候都是爷 好像是着火了 我刚和几个同事在对账呢 听到火警 就匆匆跑下来 着火了 起楼 应该是制作部那一层 制作部遇到火警 为了保护原料 都会自动上锁的 原 原来应该没有问题 不好了 总裁是就在制作部楼上 庄总呢 我 我 我马上打电话 林先生 着火了 那蓝海制作的展品怎么办 方向 切系统 开门 袁帅 跟我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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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林先生 简单数量几个林先生 咱们有个真相 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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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小心脚下 老大 小心脚下 我是谁 我 itu 你是谁 ved 你 你 你 延期长 这种 王 路 собир 马甭 看 我 老大 密码鎖失灵了 曼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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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你啊 所有倔强 在一瞬间崩塌 假如放下以前 反复这场梦险 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 回到故事的原点 假如勇敢一些 也许再平行时间 我的明天 再次和你相恋 我们之间 不再是平行线 不再是平行线 更是平行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初 Flight 面 debated 中文 demás 編李詹編成片 一時間同時 愛平時世界 我的明天 再次和你相連 我们之间 我的眼睛